每周三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儿给您带来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科普大讲堂今日头条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这折腾了一个寒假 让家长们头大的孩子们终于是开学了 说句实话,这家长可能都有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吧 但是一想到孩子们的视力问题 有些家长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寒暑假往往是孩子视力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高强度的用眼都会导致近视或者是度数加深 最近这几天,武汉爱格眼科医院是格外的热闹 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来检查眼睛 看看有没有近视了,度数有没有加深了 新学年来临,我们邀请武汉爱格眼科医院 协事与小儿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金小琴 就近视防控的知识再给大家敲一敲黑板 金小琴,您好 主持人,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金小琴,我们想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家长如何根据咱们孩子的一些习惯来判断孩子是否近视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的孩子呢,它是一个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 他有什么不舒服呢?他有一些特别是小年龄段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准确去表达的 他也没有办法去告诉你,我视力不好了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孩子的一些异常的这些行为方式来判断这个孩子呢 到底他的眼睛是不是出问题了 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歪着头去看东西啊 斜着去看东西啊 瞇着眼睛去瞅啊 像这种异常的行为方式的话 往往就提示孩子,他的眼睛出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应当引起足够的这个关注和重视了 对,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发现这些异常的行为方式的话 建议家长呢,就要带着孩子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去就医 来看一看,确诊一下这个孩子到底他的眼睛是不是出问题了 视力是不是出问题了 不过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啊 会建立一个视力健康档案 那国家相关部闻呢 也早有发文啊 要求各地区的学校去完善这个中小学生的眼部健康档案 那金主任我们想知道 建立这个视力健康档案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对,现在呢 就是对于近视防控这一块的话 我们怎么去预防 其实我们重点的就是要发现这些高危的孩子 要把这些高危的孩子要找出来 那么我们就要早期的 早期的给孩子建立这个区档发育档案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区档发育档案 来早期的发现这些近视眼的先照 来早期的去做一些干预 因此呢 我们就是在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孩子做视力健康方面的检查 给他建立这些区档发育档案 也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 我们这个近视防控啊 其实这个关口是要前移的 这个档案呢 但是基础来去动态的去监测 能够就是在他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 他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就要早期的去干预 而且不仅仅是预防孩子近视 因为你如果近视不控制他的话 还有可能往高度近视发展 是不是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对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跟家长科普啊 做一些宣教啊 就是就是我们要预防近视 要控制近视 往往有些家长 其实他还不太就是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预防近视 为什么要控制近视 其实我们现在呢 我们是想了就是 让这些没有近视的孩子 不要发生近视 让这些发生近视眼的孩子了 不要发生高度近视眼的 那么让这些高度近视眼的孩子了 不要就是发展成为病理性近视了 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进行近视预防和控制的一个目标 具体来说的话 像高度近视都有哪些危害 还有您提到的病理性近视 对 这高度近视眼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 整个眼球的结构来说的话 都是有影响的 那么我们近视了 那么他的高度近视 他的眼轴就会增长 那么眼轴增长的话 那么他的视网膜就会变薄 往往呢就会出现视网膜的裂孔 因此就会发现发生呢 这个视网膜脱离的问题 所以说往往很多高度近视眼的孩子 那么他的这些像体育活动啊 这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么将来他的工作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还有呢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的话 到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话 他有可能也会出现 黄斑变性啊 这些啊 这些这些自盲的一些 可以说是影响自己一生啊 从这个学习工作到 以后的中老年的生活 对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啊 您前面提到病理性近视 它也是由这个高度近视引起的吗 对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高度近视眼这一块的话 它有单纯性的近视 单纯性的高度近视 有病理性的近视 那么95%的呢 还是属于这种单纯性的 有5%的人呢 他因为高度近视 他就会逐渐过度着病理性近视 那么病理性近视呢 它主要就是说我们一般年龄不长啊 但是他的眼球还是在不断的增长 他可能60岁70岁他的眼周还在增长 还在增长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 他就是病理性近视 如果发展成病理性近视的话 那么他的整个整个那个眼底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变性啊 萎缩啊之类的一些一些问题 因此呢就出现致盲的这些这些问题 所以防控很重要 那防控真的能够防止和控制这个度数的发展吗 这个还是还是有希望的啊 就是这个近视防控呢 他这这一块其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些支持 家长的一些重视啊 还有呢我们这个医疗机构啊 这个医生的一些帮助 其实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我们以前的话其实是提到的就是五位一体的这个去去防控 也就是说呢 就是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来集中去做这件事情 是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特别是国家对这一块啊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这一块又非常的重视 视力健康这一块又非常的重视 所以说如果产生合力的话 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嗯其实现在有些家长都或多或少了解到这个远视储备了 那都非常就是就是把这块都保备着 觉得是这个眼睛的保护金 那远视储备越多就对孩子的眼睛啊 这个近视的这个来临 他推的越迟 所以那么怎么样去保护咱们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 其实这个远视储备这个概念哈 其实在今年呢在临床中与家长交流的时候 是经常能够从家长的嘴 就是口中说出这个词 其实对于我们大夫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欣慰的哈 就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 他与他的年龄是不是匹配的 比如说一个五岁的孩子 那么我们给他这个做做完检查之后 他只有50度到75度的远视的话 那么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 他是明显的不足的 那么他就是发生近视眼的一个高位的孩子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呢就要就要去干预 特别是要注意就是整个就是用眼的一些习惯的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近视最大的因素这个因素还是环境因素 所以说呢就是就是第一就是要加强户外活动 每天呢要坚持两个小时以上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啊 这个近距离的用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孩子 这个也要注意这个写作业啊 这个这个握笔的知识啊 就是不能歪头偕老的哈 这些注意这些环境因素 那么我们就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 我们的远视储备呢就像银行的余额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的太多了 消耗太多了 把他的这个余额就少了 那么总有一天这个余额就没有了 没有的时候他就逐渐就过渡到近视这方面了 一般有多少余额啊 刚出生的新生儿就自带远视储备吧 对的 就是我们在十岁以前的孩子 他都应该是有远视的一个状态 每一个年龄阶段 他的远视储备量是不一样的 他不一样 他是会自己增加或减少 不是的 就是每一个年龄阶段的话 他都有他匹配的这个远视储备量的 就是出生的时候是最高的 慢慢的越来越消耗掉 到正式 正式之后再过渡成近视 因为我们0到10岁都属于一个远视的状态 那么10岁属于一个正式的状态 正式化的状态 10岁以后逐渐逐渐就会过渡到近视 懂了 那其实我们还最近听到一个新词啊 叫做鸡尾酒理念 什么是近视防控的鸡尾酒理念啊 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专家啊 做科普的时候啊 就提到鸡尾酒 可能我想他们就是用这个词的话 让家长呢更能够理解一点啊 理解一点 他是不是根据 像鸡尾酒的颜色不同 也是分层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管控 对 所以说比如说一个近视的一个孩子的话 那么他已经确诊为真正近视了 那我们首先还是要这些这个光学的干预 光学的干预的话 还是一线的这个控制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们如果说发现我们一线的办法 这个孩子度数还是长的还是有点快的话 我们可能会结合二线的一些干预措施 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说 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 就是对每一个孩子哈 都是他的近视都控制的是非常好 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动态监测的过程中 给予一些综合的一些干预的一些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 这就好像这一杯鸡尾酒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这种步骤一样 对 可以说是这样循序渐进 反正就是一种综合的就是结合的一种办法 前面你也提到了 就是要尽早的介入去干预 去了解孩子的势力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握好这个介入的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我想对每个孩子来讲 可能这个窗口期还不太一样 我们怎么在这个黄金窗口期去做好 关于自己孩子的一个视力防控 是不是有哪些信号 其实我们所说的黄金期 也就是我们孩子的视觉发育的一个敏感期 那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三岁的孩子 就要做视力健康的检查 要给他建立一个趋光发育档案 那么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 要早期的发现孩子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些孩子通过检查 我们发现他远是储不力量 与他的年龄不匹配了 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近视眼的高危孩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一些干预的一些方法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建党的这个过程中 发现这个孩子有邪式的问题 那我们也要就是要进行干预 要进行干预 在三到六岁 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 去给他就每半年 在就是要给他做一个视力健康的一个检查 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防 其实控和防是同样重要的 对吧 因为如果说在一次确诊当中 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已经是真心近视了 也就确诊是近视了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一些控的问题 会接踵而至 比如经常就会有家长会问 哎呀那这时候我给我 这孩子的度数可能不太高 那我太早的配戴眼镜 会不会导致这个度数长得越来越快 那我不戴眼镜 或者是我晚点戴 会不会好一点 确确实实呢就是有些家长还是存在这个误区的 那么我们呢就是其实给一个孩子戴眼镜的话 我们还是要确诊的 他到底是不是近视了 如果说这个孩子近视了 我们还是要给他戴眼镜的 因为我们的眼睛跟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说他近视了 他看东西不太清楚了 如果不给他就是就是戴上眼睛 让他这个看东西清晰的话 那么相应的 他就会很容易产生势疲劳的问题 那么这个产生势疲劳的这些现象的话 对我们的近视的这个控制 他还是不利的 那么具体来讲 近视防控啊 听说有这么一个词叫三板斧 那么这三板斧具体是指的哪些手段啊 其实我有些家长朋友们在各个平台上 其实也看到了三板斧这一个这个词 其实呢 也就是我们想更清楚的简洁的表达 这个近视控制这一块的一些方案 一些为孩子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肯定是现在目前控制首选的 还是就是我们这个一线的 角膜出现镜 这个控制近视 还有目前还有一些离胶的一些框架眼镜 还有一些离胶的软镜啊 这些那都是对近视来就是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药物的一个一个方案 0.01%的阿托品呢 现在这个低眼液啊 在临床也有三年的研究 确确实实实对这个近视这个控制这一块还是有效的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户外活动 我们就是要沐浴阳光 每天要坚持两小时以上的这个户外活动的一个时间 就是对于近视预防这一块还是非常有效的 其实家里的照明条件啊 有些家长也是比较重视的 他就想知道怎么给孩子配备科学的这种照明 比如说是不是也不能太强 也不能太弱 怎么把握这个度 照明条件 对于近视反控这一块的话 还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一般的强调的家长呢 就是建议孩子呢 在阅读的时候 要在白天采取自然光线下面去阅读啊 写作业啊之类的啊 特别是有一些孩子喜欢看书的话 我们往往说 你这个看书是个好事 但是我们不能把好事变成坏事了 所以你可以把书本拿到户外去 户外去 也不是说让你在阳光直射下面去看书 你可以在书音下面啊 去看书 那么他这个也是对他的这个近视这一块 他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那么有一些孩子的话 他做不到这些自然光线的这个这个时间来书写作业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提供充足的这个照明条件 那么我们就是如果说在家里的话 我们一般给一个背景灯 在桌面上再放一个台灯 这样的话去就是给他这个光线要充足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光照条件亮度 就是这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就不容易 对于孩子的眼睛呢 他不就不容易产生这个视疲劳的一个问题 如果光线太暗 他也容易产生视疲劳的问题 光线太亮了之后 他又产生炫光的问题 也会导致视疲劳的一个问题 那近期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武汉爱格眼科医院呢 是荣获了武汉市临床重点专科 那金主任我们想知道啊 这对武汉市的近视防控 有着怎样的促进作用呢 对的 我们今年的荣获了武汉市临床重点专科 这也是行业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术的一个认可 在近视防控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提供全方位的近视防控的一些解决方案的 特别是在近视控制这一块 我们一定会给一些精准的个性化的综合的一些防控措施 那么我们是要解决 就是既要让孩子看得清楚 又要让他的近视度数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想要孩子有一个好的势力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的用眼习惯和保健意识 所以呢 大家今天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金主人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建议和科普了 好 更多的健康知识 请您关注科普大讲堂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金主人做回我们科普大讲堂 谢谢您 也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